今天第一眼看他的時候 就給他吸引了 嘩 我看華沙齒 上次我們也介紹過 我等你先 看到你的背影 不等你 接著我看他 首先有一個很漂亮的 唐金紙盒 看到牌子不惹小 上次我們介紹過石櫻 上兩次都是介紹石櫻 這次終於 我心裡第一句是頂你 頂甚麼? 甚麼事要頂呢? 急不及待 只是拿出來 因為這隻很光身 一摸就有很多子目 好 先看看黃色 嗯 第一眼我看到這隻腳 是看到甚麼呢? 最吸引我的 就是他的頭 是個圈 是個外圈 是 因為他的外圈 很色力 除了他那個 那個叫甚麼呢? 怎麼說呢? 那個花紋 字廟回紋 可以嗎? 之前說過 嗯 相對有少少 那些叫中國風 整個回字 對 其實都是佛紗 佛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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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重要的是看見甚麼呢? 嘩 自動 我的眼睛 嗯? 嘖 話說回來 之前Fissage的錶 好像都是Swissmate 就算是石鷹 但它是石鷹 都是Swissmate 今次這隻是自動 都是Swissmate 嘩 立即不惹小 拿起來看一看 之後再揭開來看看 然後看看 我第一時間再看看 那個扣勁 我剛才以為是金 以為是甚麼? 金 他的錶購都不是扣勁 因為他的品牌 黑金色是現在這個年代 就經常都會出現這個顏色的配搭 其實在九十年代 佛紗茨是走得很前 當年的主色已經是黑金色 是 這種奢華華麗的顏色 就是佛紗茨才 即可能可以說 我第一次認識這個牌子 你猜我在哪裏認識 海江城 是因為黎明 黎明 我看海江城 是呀 黎明當年都穿很多名牌 他都經常穿 明星一定 不是 是黎明明是喜歡穿 是嗎? 是 其他一些都低調一些 沒有 就是會穿很多名牌 但是黎明當年是 Panerai 當年九十年代 黎明已經戴著Panerai 是呀 我認識Panerai 都是因為黎明 我以為你認識黎明 因為Panerai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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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呀 錶童在這裡跟大家 聊聊天 對呀 剛剛看到 這錶很閃 這錶還要是 接著呢 我先說一下 嗯 立即看完錶面 就看看扣 扣有些很 很細緻的打磨東西都有 通常這些都是 我自己都是眼見瑞士錶 才會做這些 才會做這些 是呀 一個 自動的機心 可以看到它 他們說 Varsage的代言人 是柯秀良 是 古阿仔 哈哈 我叫做阿沙池 不是 你記不記得 她說這句 滑沙池 穿滑沙池的時候 她的錶是戴什麼呢 不記得 真的不知道 是戴伯爵的 噢 戴伯爵 為什麼你會知道 我有看過 有看到的 是沒有說的 不是 她有說的 是嗎 她說 喂 你現在都錶得好一點 我這件是滑沙池來的 八爵都不差 她說 咦 我也有隻錶 是嗎 哈哈 我最記得美猴那裡 在那個葬禮 在那個葬禮 在那裡打架 是 是 你不出去幫忙 我們西沖 滑沙池 是 是 是 魚都不滴得 是 然後呢 到最後呢 到最後就看看那個錶殼了 我們再近一點點拍一拍 是 因為她的錶殼忽然之靈 一開始只看一個圈的 那圈是靈的 就是猜她是陶瓷圈 不是的 大哥 連條帶整個殼都是這樣的 是喔 是不是電動來的 心裡面就萌生一個想法 立刻就斷定了她是陶瓷了 吃完樹皮很精神 哪裡啊 哪裡是陶瓷 滑散滑散 整條帶和殼 沒錯 她這隻錶整條帶 就是錶帶三粒 你看到 每行有三粒 每一粒都是陶瓷來的 基本上呢 你可以說整隻錶黑色的地方 都可以是陶瓷了 是啊 包括錶殼 錶殼 甚至乎其實這個圈應該都很難搞的 如果用陶瓷去做的話 哇 用陶瓷做這個圈真的很麻煩 損耗很大的 你這樣打一下打一下 你有一條坑搞不定 都立刻整個不用 那不是就爆呢 是啊 你一點點瑕疵就不用了 嗯 這個錶還有 我一看到之後 就是第一時間立刻是上手的 好鬼 好鬼靚 我自己覺得 真的不是開玩笑 Po問一下 胡先生是不是一柱擒天幾個鐘 沒有關係的 他人精神而已 都不一定要一柱擒天 我吃了樹皮NMN了吧 是啊 吃了新的NMN 重點我反而想知道 臉有沒有滑淨了 應該沒那麼快 要過靈才知道 應該沒那麼快 應該沒那麼快 卡卡赤 這個應該都是42 我相信 我覺得應該不是 但我不敢質疑他 因為他是卡卡赤 40mm 40mm 對 40mm 這次終於誤導了他 終於可以 因為他的手大 卡卡赤終於出現失誤了 是 寫了兩眼都是失效的 使用過度 使用過度 40mm 40mm 都是一個很標準 男女都適合的尺寸 很標準 嘗試一下 勞力士做40mm 做了幾多年 其實這個40mm的尺寸 是永恆的 我自己覺得 永恆的40mm 沒錯 小手手 是 好漂亮 真的很漂亮 但是我相信 他做得這麼精緻 這一隻就價值不菲 之前的石英都 都不是幾千元 對 那這隻 肯定這隻就不會幾千元 只是在我剛剛說的那堆字裡面 拿五個出來 瑞士 陶瓷製 如果你說全陶瓷的瑞士 你剛剛提到有什麼 有 Cannel Dior Dior 看得外回家 黑白色那隻Channel 沒錯 D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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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有一隻 Dior有一隻 全黑色的 不是瑞士 就 Panerai Panerai 都是陶瓷學家 Panerai 那些不是 黑色的陶瓷學 其實我都很想要一隻 陶瓷的手錶 那我就買了一隻Vivienne Westwood Westwood的陶瓷錶 都是黑金色的 但是很可惜 我只是石英 我想找Garry的大師幫我改了 改了機械心 那就正很多了 嗯 我就沒那麼厲害 我只有一隻阿媽尼 哈哈 是不是瑞士祭的啊 K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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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oo Choo 就厲害了 一說就說出經典 陶瓷的經典怎麼會不是雷達 是 我記得旺角的專門店 整天外面貼著那張圖片 都是陶瓷錶 黑色那隻 其實呢 因為 雷達 在九十年代已經是大賣這個陶瓷 當大家都未興陶瓷的時候 雷達已經是做陶瓷 做到出了位 雷達那隻呢 還要是整隻錦鋼 是 是 那個年代 我們都不 很闖身 那個設計 那個時候我們自己造標都說 你是說的 堅密你 怎麼會不花 就是我們自己不認識 那時候還沒有那麼流行陶瓷這個物料 那時候只是雷達做 所以 但是 其實一定是不信的 你沒聽過說不花 怎麼會不花 怎麼會不花 對 對 還有那些人說得很奇怪 用陶瓷做手錶 那現在就當然盛行了 大家知道這種物料真的不放 力九常生 沒錯 他還要難保石面 理論上呢 你一 帶他十年都好 都應該是這麼新正的 對 都是一樣這麼新正 挺難的 我們還沒說價錢 對 大家已經說了 是不是很貴 定價 定價先 定價很可愛的 跟Biota8系的擺憑一樣 對 兩萬一千六 所以都蠻好記 是 定價 我們有提供Discount給大家的 一萬九千八百元 這個標 我自己覺得是 分期 分期 是要 真的要拿上手看的 那個感覺 我自己覺得 拍了一點點 對 假如大家有恆生東亞AE 或者匯豐渣達的信用卡 就可以用一萬九千八 這個價錢 原地除十二 每個月供一千六百五十元 另外 你們是不是有哪幾張做十八的 有兩張 匯豐和渣打都可以做十八的 19800 都是原地除十八 就是一千一百元 小廉說他有一隻奧米加 又是全陶磁櫻石面 十幾皮 那些 直奴啊 那些 很合理 普通的東西就幾萬都可以 不用啊 你當它 你一些特別物料 即上六位數字 譬如這個價錢呢 一萬多元 一萬九千八 是不是 你當它跟一隻雷達一樣 不過雷達就是普通經典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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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是 法沙茨就是一個市場的名牌 偏向比較納小小小的 高級的 那麼 各有捧場客 是不是 如果你喜歡陶瓷錶 朋友都可以來看看 不過呢 手快有手萬無 你們錶全香港呢 極小量的 代理跟我們說 不多於五隻 喔 不多於五隻 不到於五隻 那 當然 當然你買雷達那些應該有五百隻或五千隻 如果萬多元買到一隻 全香港只有五隻手錶 這隻蠻罕有 蜜以罕為貴 各位各位彪彤 各位看我們YouTube短片的朋友你們好 我們的頻道除了這些YouTube短片外 我們逢星期四晚九點半 我們都有一個直播節目 我們的直播節目內容會有很多 最新的手錶行程發佈 新貨的介紹 新錶發佈 所有關於手錶最新的資訊 我們都會在我們的直播節目內介紹 另外我們的直播節目內 都會發放一些特價彩蛋 有些特價的手錶是少量的 更是會給我們一群看直播的朋友 希望各位朋友千萬不要坐過 這些這麼便宜的優惠 如果大家喜歡我們的短片 記得讚好我們 以及訂閱我們的頻道 多謝你們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